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想要彻底看清一个人 不管是过去还是现在 都是一件难事 今天夜安将和大家分享的是 看清一个人 你只需这样做 在开始今天的节目之前 希望大家能点击订阅和小铃铛 你的点赞和评论 是我最大的动力 感谢大家的喜欢 深夜读书 因你们而精彩 所文录记载 曾国藩时任两江总督时 府上招纳了不少名士 名士之中有位老汝 曾写下一篇不动心说 呈现给了曾国藩 文中他自夸品行出众 对美女高官利益 绝不动心 能抵挡人间的一切诱惑 此文恰好被曾国藩的幕僚 李眉生看到 觉得这人太虚伪 于是提笔在旁边写道 你对人间的一切诱惑都不动心 只想见中唐大人 曾国藩知道后 对李眉生说 我当然知道此人言行不一 而你现在将他揭穿 只会给自己积怨 甚至惹来祸断啊 水至轻则无鱼 人至茶则无徒 讨厌一个人 用不着翻脸 看轻一个人 也用不着揭穿 看轻一个人 用不着揭穿 曹操生性多疑 常担心自己遭人陷害 于是告诉身边人 我梦中好杀人 我睡着的时候 你们都不要靠近 一天曹操睡觉时 被子从床上掉了下来 侍从上前整理 谁知曹操立刻跳起来 拔剑杀掉侍从 然后继续躺下睡觉 第二天曹操醒来后 假装震惊地问 谁杀掉了侍从 身边人告诉他事情的经过 曹操假装痛哭 并命人一定要后葬侍从 曹操的主部杨修 学识渊博 却常常说话口无遮拦 锋芒毕露 旁人都心知肚明曹操的用意 唯有杨修自作聪明地说 不是丞相在梦中 是我们在梦中啊 此话传到曹操耳中 不仅让曹操对杨修产生了看法 也为杨修最后的死 埋下了祸患 人生暂世难免会遇到你看不惯的人和事 如果次次较真 只会让自己的心疲惫不堪 甚至引来祸端 水深不语 人吻不言 聪明不需要张扬 看清一个人 也用不着揭穿 电影《心迷宫》中有一个片段 特别耐人寻味 面对出轨的丈夫 小凤非要他承认自己的恶行 没想到身为过来人的母亲 对年轻的女儿说道 你为啥非要问出来呢 有些事啊 放在他心里 像个石头一样 压他一辈子 他一辈子就会对你好 你要是问出来了 那这石头就搬到你心里了 记得刚看完这段话时 只觉得这种做法荒谬无比 直到站在人生的十字路口 费尽心思应对生活的各种难题时 我才发现其中的智慧 人生不是答卷 有些事注定没有答案 看清一个人不揭穿 不是因为懦弱 而是成熟 小时候我们都喜欢童话故事 皇帝的新装 勇敢的小男孩 在一群大人之中说出了真话 戳穿了皇帝的虚荣之心 但生活不比童话故事 面对一些人和事实 我们需要的不是童言无忌的资本 而是看透不说透 看穿不说穿的智慧 有些人 有些事 终将在岁月中消逝 揭穿他们 可能会有一时的痛快 但看破不说破 换来的却是一辈子的安宁与自在 看清不如看清 看透不如看淡 作家张爱玲晚年 几乎与外界断了联系 偶尔通信的也只有宋琪 邝文美夫妇 而不是她的旷世闺蜜言英 言英幽默开朗 张爱玲才及逼人 两人在香港求学时一拍即合 互为知己 最美的岁月时光里 他们一起谈天论地 逛街喝茶 聊彼此的心事 关于他们的友谊 张爱玲曾动情地写道 在这个世界上 言英是无法替代的 但在四季更替之中 没有人是一成不变的 两人曾一同拜访胡适 胡适夫妇都很喜欢言英 几人相谈甚欢 拜访过后 言英打听出 胡适不如林语堂有名 便告诉张爱玲 自己以后不会去拜访胡适了 同时在来信中 言英总是不断炫耀自己赚了多少钱 全人不顾张爱玲当时的落魄 对张爱玲的求助也无动于衷 彻底看清言英的张爱玲 放弃了这份友情 她没有直接指出言英的不对 只是言英之后寄来的信 她再没有回过 成年人的世界里 没有那么多的剑拔怒张 和撕破脸皮 看清了 不代表非要戳穿 厌烦了 也用不着翻脸 人生的高度 不是你看清了多少事 而是你看清了多少东西 心灵的宽度 不是你看透了多少人 而是你看淡了多少冷暖 苏氏早年与张纯交好 后因正见和立场不同 导致两人渐行渐远 或许是出于忌妒 张纯三番两次篡夺圣意 让苏氏接连被贬 看清张纯的苏氏没有揭穿 她选择寂情山水 失意地生活着 在黄州 她如一个乡野村夫般的 下地烹酒 还发明了著名的东坡肉 可以说在被贬的日子 她没有被张纯的陷害所折磨 反而活得更自由洒脱 如她诗中所说 世事一场大梦 人生几度秋凉 钱财权势不可能得尽 但一颗豁达开朗的心 却可以治愈一切烦恼 明白了这一点 你就会放下别人的错 解脱自己的心 看清是本事 不说才是修行 心理学家阿德勒曾说 我们的烦恼和痛苦 都不是因为事情本身 而是因为 我们加在这些事情上的观念 人生一世 但兮祸福 多少次的翻脸和戳穿 都为给予证明 自己不屑与这种人为伍 但真正的高尚 恰好是从接受差异开始的 曾经看过一个充满蝉意的小故事 有位年轻人 本事不大 脾气却不小 他看不惯别人的做法 也听不进别人的建议 还总是喜欢质疑别人的观点 因为经常与人发生冲突 渐渐地他觉得生活很枯燥无趣 认为周围的人 都是有意和他作对 于是他去请教一位智者 问道 大师 请问快乐的秘诀是什么 智者回答说 不与愚者争对错 年轻人反驳道 不可能吧 哪会有这么简单 我可不觉得 智者笑了笑说 你是对的 然后微微低下头 不再搭理那位年轻人 这个故事印证了一个道理 当我们遇到看不惯的人 没必要揭穿或争论 接受彼此来自不同的环境 比观点本身更有意义 层次不同 注定不是一路人 看破却不输破 既能成就别人 也能保全自己 无论我们在哪个圈子里 总会遇到看不惯的人和事 如果总是对看不惯的人和事 轻易地翻脸揭穿 只会陷入一个恶性循环 能在看破之后却不说破 看清之后却不揭穿 才是真正的修行 世是一场大梦 人生难得糊涂 是非人心 看透就好 悲欢离合 不必强求 一辈子不长 把时间花在值得的人和事上 才能不负人间这一趟 与朋友们共勉 今天分享到这里 如果你也喜欢这篇文章 并且让你深有感触 希望你能分享给身边的人 让我们一起在阅读中 成为更好的自己 最后 在YouTube和Facebook上 都能找到深夜读书哦 也很期待与你的互动 感谢你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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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